程月虎探迪营啊,你别看他刚赶到九顶火焰山来,他就想要露一手,到迪营门口这一看,有点晕了,怎么回事,根本进不去呀,不用说大活人,一只飞鸟,休想飞过去,对了,那是人家的圆门哪,多数万人马在这扎着呢, 您随便溜溜溜溜溜,你以为这逛市场呢,那哪行啊,他就围着转开,几乎转了半辣营,快四斤了,这还进不去呀,放不大眼的就得回去了,就在这时会儿,身边有人说话,想金迪营啊,跟我来,刷了,一条黑影一闪,程月虎看得很清楚, 但是瞅着个背影啊,这人很苗条,听那个声音哪,好像是一位女性,把程月虎吓叫,听说这黑晶半夜的,这山我也没来过,这是人事要我,啊,还是耍笑我呀,啊,你以为,你家陈国公不敢跟你去吗, 他一扶身,还真不是吹,程月虎的轻功确实还真不错,他就跟过来,哎,你还别说,前面这条黑影看出来,好像有点青车熟路, 前面一个小小的呀,营门,营门前,站着几个老兵,那几个老军呢,在那会儿困着低冷大冷的,看见一位大不大样就进去了,哎呀,程月虎吓,我怎么就没发现这地方呢, 他也跟着溜达过来,三转五转,带路都找不着了,程月虎吓发懵了,怎么回事,你再怎么武艺高强,你再怎么胆量过人,这是在人家立幕三分地儿啊,这是敌人的大营啊,好家伙,到处都是帐篷啊,程月虎吓,这中军杖在哪儿啊,我干什么来了, 啊,我得先把这中军纳杖找着哦,这身一脚浅一脚,还真让他摸到中军装了,到中军杖口这儿,老远看你了,大杖口,哼,门前站几个武士,是这儿,您倒瞧点脚底下,他还往前溜的,他觉得人们发现不了他,发现确实没发现, 因为什么,他生那个头啊,那胖瘦啊,比那位魁少爷,也差不了多少,也是挺苗条的,但是,他往前这么一扶身,想啊,来个路夫豪行,怎么叫路夫豪行呢,就是磕起盖,碰自己的前胸,使着脚尖,旋起的脚跟来, 这样跑得还快,还没声音,是一种功夫吗,他刚往下这么一扶身,这右脚就蹬空了,碰,碰,碰,怎么啦,感情啊,人家这大杖周围,有几块翻板, 这翻板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,怎么回事儿呢,一蹬他就翻,那么人家,这本主怎么办呢,就说这营里边的人,战将也走这儿,也翻,全掉下去,不能,白天哪,那翻板有穿钉,八穿钉一穿,就跟走正常路一样, 等着晚不少了,趴人们穿钉起起来,你也蹬上,哗,他来回怎么,这个,这一下,呃,成月虎林下去还说了一句呢,说了句什么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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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掉下去,赶紧闭眼睛,咬紧牙关,怎么回事儿,他听人说过,说这个翻板炫坑啊,呃,种类还不同,呃,呃,有的这里边放着,叫 酒泼飞灰,什么叫酒泼飞灰呢,那个性质啊,就像那石灰的性质差不多,你突然一下下去,脚踪一踩,往生意翻到灰,一切就把你眼睛给你住了,你就把眼睛给你蒙了,你就什么也看不见,中了,你眼睛就毁了,哎,而且还有这在这坑里边,这个摄摆刀山的,这刀子长短不等下去,烹射一下就完了, 刀子长短不等下去,他拿着灰灰,遮了他眼睛,所以他闭了眼睛,还得好,咱们就摔了一下,割了一下,这坑里什么也没有,这树上边就乱了,灯光火把,全都打起来,啪一下,人家拿枪杆,你一下把这个翻板,给撬起来,跟着脑钩鞋起一下,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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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起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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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 三张摔案连了一块的,摔完后坐着好几个人,有他认识有不认识的。怎么还认识有不认识的呢?一看荣泛这张桌子后边坐着一老头,轻瘦轻瘦的,胡须,胸前飘洒,海气偷城,不下一十四五,这不然口,老爱胡须受爱把,这这这,老头,呗,在旁边, 上锤手坐着的,他认识,谁啊?三七王李承燕,下锤手,那帅人后边坐着,他也认识,经营店帅,胡三四,中间这老头,面面晃晃的,哟,他往两边这么一看,好,感觉两边还有两张桌子,嗯,上锤手这专案,后面坐着两个人,正当中坐着一位, 是一个出家的女道人,在在旁边那坐着一位,看那个气度啊,这职位也小不了,这个还一个,下锤手这个, 他明白了,怎么明白了,这就是啊,跟我们爷们薛逵,大战三百合,挑灯夜战的那个,先锋帅,金虫孩儿,无管,无管是他, 哟,不仔细瞧则已,仔细瞧机运一圈,成为胡安兹打了个冷战,怎么呢? 他一看这位,身招一件大红袍,恰进边,走进些海水江家,昆遍云井,呵,这袍,漂亮,这个不惊人, 他没有什么可惊讶,所惊讶的是什么,只见这人身背后背得压腰乎, 哎,怨胡蒙了,怎么,他知道啊,就是这位,和葵少爷苦斗的时候, 让葵少爷用了一记,把他给框起来坐起,之后,两人打了打就, 碰撞一下,雪葵一锤,把这葵葵给他擦撇了, 去掉一旱呀,就这葵葵,伤了我多少上将啊,怎么这么卑鄉了, 成为我这俩眼不够使回来了,当工作这是谁呀, 好,他还没怎么见过,老太师五十月, 呃,大胆的刺客,你是什么人啊,嗯, 深耿半叶,胆大包天,赶来营中行刺,敢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吗, 成为胡一听,他怎么办呢,说不出真名实姓, 无名调背,太丢愤了,这名要让老爷成压金知道咯, 那还不把我骂话咯啊,告诉你吧, 我是谁谁谁,这好不打自招, 当当当全说, 吼,胡水汗吃一惊啊, 是真是假呀, 他往左右看了看,只见了, 身边坐着的那二位,是不住的点头,没错,是他, 怎么,您想都在长安城那儿, 三姐两寿的,能没个来往吗, 他们心里就是对程咬金再不岳父,再不痛快, 那你这个老党道的,老爱事的, 你个老什么, 那那封年过节的去看看, 见过这孩子, 没错, 哦, 哈哈哈哈, 原来是你呀, 好, 吩咐一声, 散仗, 散仗啊, 后来后来人全撤了, 只剩下五十月一个人了, 五十月吩咐, 来, 把你的座位来, 坐下说话, 坐下, 哎, 这不来, 就是没松忙, 好, 那对不起, 我坐下了, 他还真坐下了, 他说你给我坐, 我干嘛不坐下呢, 这么的得说, 哎呀, 五十月吩咐一声, 把我的座位抬过来, 面对面, 除喜贪心, 就是没松吧, 怎么回事, 不敢给他松忙, 那旁边五十也不让, 您在那松了把, 谁知道他身上带着什么呢, 端给您一下怎么办呢, 五十月也得家里小心, 啊, 成小国公,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着, 你不认识老夫吧, 我乃, 五十月师爷, 呦, 成小国才明白, 展朝太师, 现在的太上皇, 啊, 哎呀, 感情, 是五老太师啊, 那时日静时静, 这成小国的见风使舵, 谁也不用了, 来得真快, 这几句话虽然不多, 说的这五十月心里挺如此, 嗯, 啊, 由他嘴里能说出这么两句的太不容易了, 我知道, 哎, 薛刚那些兄弟都挺恨我, 唯独这个, 还差点, 小国公, 你干什么来了, 你怎么不在长安城啊, 啊, 你长安城你有福利啊, 那在老国公府里头, 还了得吗, 你是老国公, 老千岁长相的明珠啊, 这我可知道, 你怎么好端端跑到这儿来, 哎呦, 这找还得跟您啊, 仔细说, 原因是什么呢, 原因, 哎呦, 成越湖打了个冷战, 怎么回事, 差点说走嘴, 我来送君想来了, 我老爷费起来了, 多大的力气, 凑了这么一笔钱, 唯恐怕呀, 我三哥学刚这个军费不足, 让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送来, 这话我能告诉你吗, 不能啊, 哎呦, 这个我呀, 我到这儿, 您大概不知道干嘛来了吧, 这不废话吗, 我哪知道, 你干嘛来了呀, 哎呦, 我说, 哎呦,老太师, 咱商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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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您是不是给我松开, 怎么, 您说, 这我多别扭, 因为我这人, 这个, 撒满惯了, 哎呦, 说话呀, 我就爱做点手势, 您想我这, 这, 这要不得劲呢, 啊, 啊, 我也知道, 可是, 我现在不能给你宿舍, 哎, 你第一得先告诉我, 你干嘛来了, 然后呢, 哎, 我再给你提个条件, 你要能答应这个条件, 松绑算生意, 你马上就能成为老傅我的, 做上宾嘛, 啊, 哎, 那好那好, 这样好, 他不抬杠, 那咱就先这么聊, 这个, 您不知道干嘛的, 啊, 我来逮薛刚来了, 你, 五十年这气呀, 怎么, 有这么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吗, 啊, 你姐薛刚大营来跑这儿来刺探我的营房来了, 说不定, 有, 有, 有刺杀之心哪, 刺杀之意呀, 你, 你什么, 你来得吃肝了呀, 一排胡言哪, 哈哈哈哈, 小姑姑, 老夫可听说过呀, 哎, 成家的人, 各个聪明, 嗯, 这你老祖那儿, 那就聪明, 哎, 你别看他这什么, 卖四眼也好, 卖爬子也好, 这天赋的, 这么一种聪明, 那不得了, 哎, 你就更了不得了, 你怎么这样愚弄老夫呢, 你明明是来助薛刚, 你听我说呀, 我这是个稳军机呀, 哎, 这个, 行, 别说了, 我不听这些, 我现在我就跟你提个条件, 你能不能归顺, 哎, 我给你三千人马, 你马上把薛刚叫出来, 跟他大战百事回合, 让我看看, 我知道你的武艺不错, 你要捉不住他不要紧, 老夫我众一臂之地, 呃, 这个, 这下把程月虎教了, 程月虎一想我要那么一做, 这不真不假的, 我现解释我也说不明白, 再说不是薛刚一顿啊, 哎, 这话你跟徐美祖说, 他是尊士, 他能听得进去, 还有不少人哪, 那大伙还不把我撕破了, 好啊, 你, 你自己请得了, 到那又这又那个, 吹得跟漫天云似的, 无丢无丢的, 最后您, 您这干嘛呀, 让人给送买了, 哎, 这可不行, 等等, 这你得让我, 琢磨琢磨, 我得思考思考, 哦, 哈哈哈哈, 五十月冷笑一声, 那可就没时间了, 等你想明白了, 哼, 我君可能就吃了败仗了, 小国公就委屈你了, 吹了吹了, 哎呀, 马上, 这样起, 这五十月更狠了, 咱俩, 掉起来, 掉哪啊, 成果还没明白, 哎, 我老太师, 这事说得好, 不容他再说什么, 踢咔咔一帮武士过来, 一呼, 这时候天也亮了, 给掉哪了, 圆门外, 高挂大道奇, 不是有个雕斗杆子吗, 把他给掉内上去了, 把这位, 成沙也像捆重子似的, 捆了个剑人剑脚, 然后弄绳子往上, 撑撑撑撑撑撑撑, 逼得起来, 哎呦, 承越湖受了罪了, 怎么, 哎呦, 这好啊, 这个, 两边是得瞧得看的, 怎么对面大营看得很清楚, 这梁王少不带, 这边, 这边也够瘦啊, 有人就抱进大营去了, 把薛刚下的一击了, 骑兵元帅不得了了, 小郭公成热虎, 被人家给高吊在, 冤门。